文王在上 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 其命为心 有周不显 地命不实 文王至降 在地左右 诗经大雅文王 歌颂周文王顺应天时 创建周朝 夏商周三代最晚开创的周朝 却以八百年国座 荣登中国寿命最长的朝代 请大家仔细看 图中这个毛宫顶 上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 五百字名文 周代人喜欢写字这件事 说明了人文精神的崛起 大家渐渐不再那么迷信鬼神了 而现藏于中国陕西宝基青铜器博物馆的这件 和尊 上头写的名文 宅自中国 竟然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字样 但据考证 这里指的中国不是国家 而是被认为位于天下之中的周朝首都 大体上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称作风界 风这个字形本意就是指在土上离出一道沟 再往上种树 成了自然的国界 所谓分风就是将国土分给别人 于是就形成了天子而诸侯而大夫而士的封建阶级制度 但国土总有分完的一天 士作为贵族末流 已分不到地 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 能文能武 依然为国卖命 西元前七八二年 西周迎来了最昏庸的君王 周幽王 他烽火系诸侯 废太子 只为博得美人抱肆一笑 这种荒唐行径 引起部落犬戎 叹乱 攻入京城 周平王只好搬家到洛邑 宣告东周时代正式来临 事实上 周天子的势力 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东周前期 从周平王 东迁开始算起 到三家分进 进入战国时期为止 这段时间 刚好跟孔子整理的史书 春秋 时间大致重叠 于是后来人就称这段历史为 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 周天子实际上早就管不住地方诸侯了 但是大家勉强还愿意给周天子一点好脸色 比如 齐桓公 首先推出了政治口号 是尊王攘仪 表面上是尊敬周天子抵御遗族 但实则是趁机扩张势力 当然 其他地方诸侯也不甘示弱 比如宋湘公 敬文公 秦穆公 楚庄王 吴王夫差 都曾轮番当过春秋霸主 吴王夫差 中了岳王勾剑 过心尝胆苦思出的美人计 丢了江山 勾剑 看似成功血耻 最终却被楚国歼灭 春秋霸局宣告完结 到了战国时期 就真没人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西元前403年 韩 赵 魏三家 瓜分晋国 为战国时期拉开序幕 战国七雄李 韩 赵 魏三个 接下来 燕国在北方崛起 拦住了齐国想向北扩张的野心 而到了秦国与楚国对峙时 大戏才真正登场 西元前386年 楚国就率先请武器变法 但却因为裁减了贵族福利 遭到反弹 30年后 秦国启用商鞅变法 严苛的法律才真正见效 在商鞅的贡献下 秦国军队战斗力激增 土地私有 中央权力集中 这些都成了秦国日后制胜的关键 果然 160年后 西元前 221年 秦国就在秦始皇带领下 开创出中国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封建制度瓦解 知识不再是贵族专利 造就了中国5000年来 最重要的思想大爆炸时代 当时民间讲学盛行 各国君王为争当老大 也求财若可 平民思想 投君王所好 当上了不一倾向 也有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选择四处流浪 唐朝画家 吴道子笔下的这位山东大汉 他身材高大 长相古怪 颅顶 凹陷 还露出了两颗门牙 称作瓁齿 据说 这是圣人之像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子 孔子一生的旅行史 被记录在号称为 古代连环漫画的明朝 孔子圣基图中 这一系列图绘配文 描写了孔子当时周游列国的情景 然而十四年的光阴就这么过去 孔子的政治报复仍不见成骨 虽然官场诗意 但孔子教育事业的发展 可是空前绝后 他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 孔子以人 术为本性的儒家思想 影响至极 好比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在当时 大家对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意见不同 孟子认为 人性本善 就像水会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荀子就不那么乐观 他觉得人性本恶 一切善良 都是透过后天教化矫正出来的 这种论调一出 直接影响了韩非子 开创的法家思想 这派思想觉得 什么道德教化 都不如掌权者的威势来得管用 很显然 这种说法各国君王听了都很喜欢 所以崇尚法家的读书人 大多当上了大官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呢 是一位畅销作家 他就是著名的道德经作者 老子 道德经的发行量 世界排名仅次于圣经 可见 道家思想对中西文化都影响极深 据说 老子原本不想写书 他某一天骑着青牛出寒谷官 想躲避乱世 却被官令拦下 不写字就不得出关 老子被逼急了 逼出了这五千字真言的畅销书 在书中 老子对万物中的水 评价最高 最接近他道家思想 无为而至柔能克刚的本意 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 也就是途中正在酣睡的庄子 他更前卫了 认为做人就应该要逍遥 生死都要等同是之 他梦见自己成了蝴蝶 而提出了庄舟梦蝶的著名思想实验 究竟是我梦为蝴蝶 还是蝴蝶梦中成我 这是个问题 庄子不仅爱思考 也爱找人辩论 比如有一日 庄子看到水中的鱼 他情不自禁地说 看那小鱼游泳游得多快乐呢 他的好友惠子不以为然 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快乐 庄子回嘴 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 道家和儒家 影响后世中华文化深远 但在春秋战国时期 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派 是非常有左派精神的 墨子 墨子十分关怀弱势 而且身体力行 看看他穿的衣服 上半身是粗布衣 脚下踩的是草鞋或木鸡 墨子反对儒家的阶级伦理观念 主张奸爱非公 也主张实践验证 而墨子为了阻止战事蔓延 潜心钻研战略 发明许多防守器械 最后反倒成了名符其实的军事家 和发明家 这一集就到这儿要告一段落 不知道各位觉得 是研究生命线有科学根据 还是炙烧乌龟壳占卜 比较有趣呢 若想再多了解先秦历史 可以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十余所的历史文物陈列馆 里头的陈列都是千辛万苦 运来台湾的历史宝藏 值得走一遭 我们就相约下集再会了